for of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講簡單的有一個字串 就比如說有一個array array 也可以看一下array然後它就是長這樣 就是它裡面有放三個東西 有一個抽屜裡面放了三個東西 A B C 它叫array 1 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想要把這東西的東西丟出來 那怎麼辦 就這樣 你把它array 1 就是const const是拿這個element of array 1 一次 第一次的時候 element是什麼 是A對不對 第一格 第二次是B 第三次是C 丟完了就沒有了 那 如果你要手動做的話是怎麼做 這也可以那個嗎 他可以改吧 我可以改 可是它不能那個快速註解 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一個一個做你要怎麼做 你會console 然後你array 1 然後你這樣子 10個 對不對 然後你會想要複製好多次 然後就這樣 101 2 也是一樣對不對 可以掃一個就變 這樣子 ok 那這個for就是讓你就是 因為你的資料會越來越多會越來越複雜 所以 就要這樣做 好那我們回到我們剛剛的那個 範 範例 在這裡 好 我們繼續講下面的東西嗎 好 好 那這邊呢 呃 我們這邊這樣子跑的情況下他會怎麼樣 他會改一次改 一次改所有嘛 好 那我們如果要一個一個 我們一個一個來 我們把它 刪掉嗎 還是 有點可怕 好 好 註解就好了 好比如說我們這邊 我console還是開一下 不好意思 對 我知道 右邊 這樣比較 看起來比較 好 這樣子 然後這邊 JS裡面 這個為什麼 它的註解好奇怪 有它有註解到 好 那我們先來 就是Change Colors 我們點這個東西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先做什麼 我們先我們要做一個東西對不對 我們把它叫做Element 為什麼要 保住 因為它是 那個 好多個對不對 Class 好 然後等於 Document 我們直接在旁邊這裡寫 Document Document 點 Get Element 然後我們要換成什麼 Element by ClassName OK 它這邊都會自動幫你補起來 所以你直接在這邊打就可以 好這個ClassName叫什麼 這幾個 不知道 沒關係 有Selector 這個 點一下 選它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 它是怎樣 Num 對不對 Num OK Enter Collection 後面你就把它看就說 它是一個 Array 然後後面 Collection它後面有幾個 三個東西嘛 0123嘛 012 不知道沒有3 不好意思 好 然後呢 所以我這邊我就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 就是 把這一段我們剛才拿到的東西吧 拿過來 進來 進來 就是跟下面一樣 對不對 好 那就 那如果我們想要確認我們是不是真的有做對 我們怎麼做 然後我們怎麼做 Council Dlog 然後我們把Elements 印出來 好 印出來以後點一下 它就會變成這個東西出來 沒錯 對不對 好那我們想要看第0個 等一下 它就是 欸沒有還沒重整 那就有了好 重整了 它會自動 對然後再用第1個對不對 這也是第1個對不對 因為你是第0個嘛 第0個就是這個1嘛 這個物件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開始要用FOR了喔 我們開始用FOR 我們先把這裡註解掉 我們開始用FOR對不對 然後我們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先不要去改它顏色 好我們做什麼事情 我們在這邊 Council Log 然後把一個一個東西丟出來 是不是大家比較能夠接受 因為我們還剛開始碰這個 off這個東西而已 好 它重整完了以後這樣 就一次 有沒有一次丟一個有沒有 123 123123 好 如果真的覺得 老師那個 好雜 先clear 點一次有沒有 123 是不是這三個東西 OK嗎 然後我們一個一個來 點Style 然後 它懂什麼喔 Preview Penfinish 點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三個有沒有 好然後再點Color Finish 有沒有它都沒有東西嘛對不對 沒關係那我們改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 等一下喔 快速寫 比如說我現在先去 我這邊沒有載GQ 沒關係 然後我去改 A的 第一個 點Style Style點Color 好 第一個改正 沒東西 沒抓到耶 在這邊不用宣告 在這邊不用宣告 沒有Document 點 點 這邊 在這邊是互動室界面不用 這邊不用宣告啊 就是 我把A想要把這個東西傳進來 蛤 不是 所以我現在沒有抓到東西啊 所以我從這 看一下 Document 點 id My class name 不知道不知道東西啊 哇這是好 好這邊 那邊 這位擋住 好那 它這邊不能印出來 這邊有抓到啊 奇怪 剛剛為什麼抓不到 你看這邊抓得到這邊抓不到 不覺得怪怪了嗎 好 沒關係我們就用VSCode講好了 好 當然我們VSCode這邊 就是我們繼續把它做完好了 我們把它 HTML 一次一次複製太慢了 直接複製全部 縮牌縮一下 Tab 縮一下 牌好 OK 那下面我們這邊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 好 這邊我們又弄一個什麼 點擊以下按鈕來改變下面的數字 OK 上面是文字的數字 然後我們這邊做了什麼 我們這邊做了有一個 都是class對不對 123 PPP 這樣子 然後先把它存起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 在剛剛這邊Documents然後重整 OK 下面這邊就長出來了嘛 好 然後我們這邊 因為 Change Colors是什麼 是把這一段Code怎麼樣 把它複製一份 C C V 然後把後面加一個S OK 可是 我現在我要抓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兩個就是先不要用 然後我們試試看我們剛剛 新學的方法叫什麼 這裡的 GetElement ByClassName 複製起來對不對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也是要抓很多個東西 VarElement 然後等於 要抓什麼 Cumber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把我們的結果Log出來 然後先存檔 這邊原來存檔 對 喔對 Sorry 這樣子 好 存檔 好讓我們看一下 這邊 重整 讓我們點一下 就抓到這三個有沒有 有沒有 0 1 2有沒有 這三個 所以我可以 直接進去他對不對 直接進去他0就是這一個嘛 2 1 2 就是我可以直接這樣子 第0個 第0個 是什麼 等一下 他就抓第0個這個東西出來 OK 那我們就照我們剛剛的FOR的方法做 我們怎麼做 這字好像很快打 我就FOR 用Count或是Lat都可以 Lat 1要1 就是我們單一一個東西 Of 1要1 S 那我們裡面怎麼樣 我們Log 我們把Element印出來 1個1個 我們差不多1個1個這樣 那我們這邊重整 有沒有 這三個1個1個 1次跑1個 OK 那1個我們就很會做了嘛 對不對 我們前面很有經驗啊 我們前面經驗就是什麼 我們1個就可以直接去改他的什麼 Style Color 對不對 所以我們 這邊我們就會了嘛 我們把剛剛前面的這一段 把它複製起來 到這裡面去 然後把它存起來 然後從這 我們這就可以做到 一次改全部 那其實它是一次一行這樣子改喔 就是它是0123這樣 那假如說 我今天我的P啊 又 今天你 就是 這樣你的Core是不是就越來越彈性化了 因為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有很多個嘛 然後 就是 Alt 然後就可以Alt Shift 這樣複製很多個嘛 OK 複製很多個出來 然後把它存起來 這邊 我把它重整 它是不是就很多個 對不對 可以拉下來一點 很多個 你也可以一次這樣改 因為它可以一次這樣 你有很彈性的就是你 不管你有幾個 都可以一次改全部 原因是因為 你的Elements 你可能 一次就是抓的比較多 或抓 就是它會全部一次抓 把所有東西一次改 這樣 到處 感谢观看